岳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区内城市发挥各自优势 合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 他创立的产品和品牌 早在80年代已经打进广东市场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很多经验 可以和我们分享 在我身边除了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 也是一位传品寝具的发明专家 许先生非常高兴可以见到你 子清你好 你好 那你成功地把亚方廷塑造成一个知名的品牌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吗 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研发 是咱们亚方廷多年来的核心价值 首先要利用优良的设计和技术 做出高品质的产品 才能吸引到一群忠实的顾客 但是相遇来的不容易 一定有法律保护 那就要靠注册商标来建立和巩固品牌 说的没错 而且我知道你已早已经洞悉先机 在80年代开始 已经开展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而且进入了大湾区去拓展你的产品销售网络 相标保护是有第一性的 我们在香港和内地都有市场 所以我们在两地都要注册相标 在香港我们第一个相标是在1985年申请的 在内地就是1990年 现在我们在两地各有80多个注册相标 今年配合大湾区的发展 我们利用区内各城市的优势 在惠州成立商产部流中心 在深圳创立营销服务中心 香港就主力产品研发和设计 销售渠道片部约港澳3D 现在大约有250个销售点 企业的创新 产品的质量 加上商标的威力 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品牌 谢谢许先生你的分享 谢谢孙庆